众所周知,由于华为5G技术的崛起,让美国深感科技霸主地位受到威胁 于是想方设法地对华为进行打压与制裁 2018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同时也是任正非女儿的孟晚舟 在加拿大被当地的警方扣押,冠上一个莫稀有的罪名 之后便是长达900多天的软禁 老美罪恶的想法照然若揭 不过是想把孟晚舟当成人质,借此要挟华为 但孟晚舟没有低头,华为更没有低头 反而发展得比以前更好,美国健壮对华为的制裁只增不减 华为被美国拉进实体清单 诸多合作企业纷纷与华为解除了合作关系 2020年,美国对华为实行芯片断供令 自此以后,华为的海思芯片找不到代工厂代工 而麒麟芯片也面临着缺货的问题 由于美国对华为不断的制裁与打压 导致各大企业恐慌性的疯狂备货 半导体产业链动荡不安 世界的芯片都出现了短缺的状况 迫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考虑半导体的供应链问题 美国的一些无脑操作很有可能会引起全球性的芯片或者经济危机 华为作为美国的首要打击对象 受到的伤害也不小 但是华为不是他一个美国就能欺负得了的 华为逐渐亮出底牌 任正非强势反击,打向芯片反击战 美国封锁计划很快要破灭了 华为,一个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中国企业 华为的实力是很多人眼中比较强悍的存在 那是国内各大手机厂商里面唯一一个能够研发芯片的企业 不仅如此 华为已经掌握了5纳米制成芯片的研发技术 将5G技术带到了新的高度 实现了对美国的弯道超车 和苹果高通的研发能力不相上下 喜欢这一领域的朋友可能知道 1992年高通就已经在进行芯片的研发了 苹果虽然能研发出5纳米的CPU 但是核心的基带芯片还是得靠高通 而我们的华为 无论是基带芯片还是纳米CPU都能研发出来 可见华为的实力有多么强悍 曾经的科技霸主突然被后来者居上 那当然不能这么轻易的就善罢甘休 于是美国就把枪口对准了华为 连番针对性的打压华为为首的科技公司 在过去的几年里 美国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首先是联合加拿大把孟晚舟扣押 并捏造了一个罪名扣在孟晚舟头上 对她实行了扣押监管 限定活动范围 并且还给孟晚舟戴上了电子脚铐 罪名是捏造的 他们这么做无非是想以孟晚舟为人质 要挟任正非 就算物质上得不到什么 也能让你们在心理上难受 不过哪想到任正非是一个 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 他愿意舍小家为大家 直接发话 已经做好了见不到女儿的准备了 您担心她吗现在 我觉得也不应该有多大的担心 估计她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解决这个问题 您多久没见到她了 知道应该是很长吧 很长吧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有什么样的父亲 就会交出什么样的孩子 作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 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 国家情怀深深的印在孟晚舟心里 但坚决不去为了换取自己的自由 而出卖华为 出卖祖国 反而是不断的寻找证据 证明清白 是给自己争一口气 也是给中国争一口气 见扣押孟晚舟对华为没有什么影响 于是又把矛头对准了华为 使出浑身解数打压5G技术 结果才一年 华为就拿下了多个国家的5G订单 在全世界已经成功建设的5G基站中 有一半是来自华为的 于是美国对准了华为的命门 芯片 从2019年开始 美国就开始针对芯片进行封锁 当美国认为华为快要认输的时候 华为却在悄悄的干大事 据此之前 我国的芯片技术自己率不足30% 像是在7纳米5纳米 这种高端的芯片领域 几乎没有什么自主能力 每年都会花大价钱从国外进口芯片 虽说我国的科研技术起步晚 但始终都在努力赶超其他国家 像是江苏的长电科技 他们在芯片封测领域 可排进全球前十 华为的海塞芯片在设计领域 也是世界一流水平的 但是重资产的芯片制造领域 一直是我们的弱点 这与半导体行业的明确化分工有关 比如台积电等 他们是芯片的代工厂 以前他们和我们是友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把订单给他们就好了 可美国的芯片封锁令就打破了企业之间的合作 美国就是不想让中国的科技超过他们 企图把我国高科技发展步伐托慢 但是美国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引以为傲的封锁手段 在华为这里行不通 在任正非的带领之下 华为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方向 集中人力物力去进行芯片的自主研发 加上还有中科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想来芯片自主研发的梦想 很快就要实现了 此前华为低调的发布了7纳米芯片 名字为麒麟820E 虽然从性能以及各方面的实力来看 相比于国外的成熟芯片略有一些不足 但是已经完全能够支撑起现在的手机制造 同时华为也开启了碳基芯片的研发 那么什么是碳基芯片呢 在如今这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 人们已经开始寻找新的材料 替代原始的硅基芯片 而碳基芯片恰巧是最好的选择 所谓碳基芯片就是用石墨烯材料制作而成的芯片 石墨烯是一种二维碳纳米材料 它制作而成的芯片和硅基芯片相比有三个优势 首先是它的性能比硅基芯片强一千倍 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其次在这一领域几乎所有国家都是零经验 而如今我国已经着手研究 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最后这个技术对光刻机没有太大的依赖性 越是先进的芯片越是需要高端的光刻机 这也就是说光刻机的高端与否 直接决定着芯片是否先进 现如今我国最先进的光刻机是90纳米光刻机 使用它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负担起如此庞大的资金 光刻机是高科技产物的组合 仅仅是一台光刻机 里面就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零件 每个零件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调试才能投入使用 所以光刻机对于芯片研发十分的重要 同理碳基芯片的研发就显得更为的重要 谁掌握了碳基的研发技术 谁就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芯片技术 在研制国产光刻机的同时 我们的科学家也着手研制碳基芯片 华为首当其冲 当北大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取得一定的成果之后 华为立刻与北大取得联系 迅速组成科研团队共同进攻难关 我们也都相信经过我国科学家的不懈努力 我们一定会掌握碳基技术 到时候美国的封锁将会不攻自破 在努力搞科研的同时 华为也没有忘记反击美国征收5G专利费 让他们只要想用5G技术就要掏钱 同时华为的6G技术已经提上日程 在4月12号的时候 华为的轮值主席徐直军 在第18届世界分析会上宣布 华为将会在2030年左右将6G推向市场 此消息一出科技圈都炸了 美国刚刚开始重视5G 华为就要推出6G了 这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就这两天 相信大家都知道特斯拉出事故的事情了 因为特斯拉无视技术障碍 所以引起了所有车主的不满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华为的自动驾驶技术横空出事 给特斯拉当头一棒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 华为自动驾驶技术一出事 就震惊了不少人 反超了美国特斯拉 美国想要再次制裁华为 将无从下手 看来美国的封锁计划 到头来也不过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中华民族向来不畏惧任何困难 美国不断地给我国找麻烦 只会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科技一定会击败美国科技 狠狠地打他们的脸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此事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本视频观点根据网络现有信息 整理推断而来 仅代表个人看法 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修改视频 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收藏发弹幕哦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